我是Clerence,我今年27岁 几年前呢,我觉得我很年轻,我很享受生活 经常熬夜和朋友一起吃宵夜 慢慢的有发现到上班的时候都会时不时的头痛 而且人也很喘,呼吸也很困难 直到有一次感觉越来越辛苦 那个时候我才去给医生做检查 没有检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情况 检查完结果出来的,我的血压竟然是170多 医生只好开降血压的药让我每一天都一定要吃 刚刚在170多的血压的时候 正在服用这降血压药物的当中的我 我依然没有去照顾好自己身体 一样的,熬夜暴影暴时 以为医生给出了药物就可以帮我维持健康 所以就很依赖这药物 记得过去的我只有70公斤 没有想到才转转的几年 没有照顾身体的我 体重就像血压那样有真的没有减 到患食前的91公斤 还有脸上的痘痘问题也困扰了我好多年 有谁说爱美是女人的专长 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张干净的脸 结果,直到有一次我感觉到身体左边开始麻痹 手脚处于麻痹状态 我很担心也很害怕 我就快点到护士去检查 这个时候我一检查 我才看到我的血压竟然是已经到了199 已经是接近200了 这个时候医生就要求我脱掉口罩 要我微笑 让他看一看 我嘴巴里面歪一边 很庆幸的是没有歪 这时候我想到了我女朋友 她一直要约我万识 她带着她家人一起万识 她的身材也比以前瘦可结实的很多 皮肤更是一次比一次的亮丽 我看着她整体一直在改变 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简直是她的整体一直在改变 简直就是换了一个女朋友的感觉 看着她生活的习惯的改变 她一直也和我分享 她换食的快乐 我看着她每个月都在跟着团队一起换食 其实我也想尝试给自己一个机会 变回以前健康如初的自己 因为只有健康才会有未来 所以我参加了七天换食养生法 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吃肉的人 没有吃肉就会滚身不舒服 食量也是非常的大 就比如吃饭都一定要加饭 吃面也都一定要两碗 油炸的食物更是我的最爱 吃不饱的话一整天的我都不会有工作 都不会有好心情的 再加上我每天都要很早出门去工作 而且还要搬那些博物等 没有吃饱就没有进去上班的人 也是会感觉到很累 可是在我第一次的七天换食里 我发现到七天换食里 只是吃原型食物的我 竟然还可以活着 也可以很有体力也很健康 当然我也搭配了考虑 转间 查分 鲜鱼 在这个七天换食里 我每天都测量着自己的血压 很惊喜的 我的血压竟然是有下降 工作量虽然是再多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 反而体力还很旺盛 周期路来都根本都不会喘 每天都很惊深 感觉回到了以前再看看自己 到现在我七天换食已经试测了 而且我说过是满满的 血压也下到了正常人的水平 而且我的体重也下了十二公斤 在换食期间里 也会有一个群 里面有专业的教练 每天群里的伙伴 都会分享一些换食的精美照片 教导着我们怎么用对的方式来换食 换食要换得健康 换食会有一群人的陪伴 在这七天的换食养生法里 让我赢为了我的健康 让我居高不下的血压降了下来 从下车的197下到了112 而让我轻轻松松的瘦了12公斤 脸上的痘痘也明显少了 以前下班后都感觉到很疲劳 现在我的精神的体力都变得很好 人也轻松了许多 感谢艾丁 感谢团队推广的七天换食养生法 如果你们还没有换食呢 我希望你们给自己一个机会来换食 我有很大的收获哦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分享